大家好,欢迎来到CubeCon中国202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在CubeIS里边如何保护我们的数据库工作负载 那在开始分享之前,我先进行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刘洋,是Gip科技的CEO和创始人 Gip科技是一家非常专注在云因生数据安全和保护的公司 在开始Gip科技的创业之前,我在IBM有超过15年的存储研发的经验 那旁边是我的创业小伙伴郭勇杰 那下面请他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Gip科技的郭勇杰 那在Gip科技之前,我也是来自IBM 在存储领域有超过7年的这样一个开发经验 那我和我们的团队呢,在云因生存储的这块 有超过3年的积累时间 好,谢谢永杰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主要有4部分组成 首先呢,我们会从国内现在一个比较热门的讨论开始 就是说数据库到底应不应该跑在KPS里边 当然来讲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然后呢,我们会去讨论如何利用社区开源的5L2项目 来去做这个容器里边的数据库的备份和容灾 第三个来讲的话,既然讨论到备份和容灾 那我们一定会去讨论到数据一致性的问题 那我们这里会介绍 Volero的互格机制 以及它的局限性 然后呢,会有永杰给大家介绍一下 由基部科技开源的数据一致性框架 Amber APP项目 然后到最后呢,然后永杰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演示 结合Amber APP和Volero 我们可以去怎么样来去实现 MyCircle它的这个数据库一致性 好,我们开始第一个话题 数据库到底要不要跑到KPS里边 这这个目前呢,在国内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讨论 确实来讲的话,数据库是企业里边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工作负载 那大家在这上面的话,其实是比较谨慎的 那围绕数据库跑在容器上面的话 常见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那存储是不是ready 我们针对数据库这样的一些自动化的工具是不是ready 针对数据库的备份和容灾这样的方案是不是ready 以及呢,我们是不是有足够多的这样一些社区案例来去做参考 那如果是放在两三年前,那确实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认为整个KPS的社区呢 里边的话,我们是没有为这个数据库上容器做好这些准备的 但是在今天,从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 把数据库跑到KPS里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首先,从存储的角度来讲 除了说现在社区有很多的容器原生的这样一些存储方案之外 我们通过CSI的接口也可以把我们现有环境中的这样一些商业化存储的方案呢 通过CSI的方式,然后挂载给容器里面的数据库应用来去使用 从而能够给数据库呢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靠的这样一个存储服务 那第二来讲的话就是说目前几乎所有的开源数据库和很多的这个商业数据库呢 其实也都已经实现了容器化 可以在容器上一键部署 有很多数据库呢也提供了operator 然后来去自动化很多的一些数据库运维的这样一些操作 第三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讨今天的这个分享的主题 就是社区里面的话我们有Volero这样的一个开源的方案 可以来去帮我们做这个在K8S里面的数据库的备份和容灾这样的一些方案 当然来讲的话就是说从这个社区的角度来讲 也有很多用户呢已经开始在这个K8S上面来去运行数据库 就CNCF去年的用户调查来去显示 有55%的用户已经在他们的生产K8S集群上运行了有状态应用 那我们都知道数据库是有状态应用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数据库呢跑在容器里面的话 其实呢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好处 比如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敏捷性 我们现在呢可以把数据库的这样一些scammer的定义 和我们的应用的代码呢一起呢放在我们的DevOps流程里面 也通过CICD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去很快的来去进行迭代 然后进行很早的测试 来去发现问题 来去改正问题 这个呢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开发的这样一个敏捷性 那同时来讲的话就是说把数据库这样的一个 关键的这样的负载和应用跑在一起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整个KBIS的这个控制平面来去进行一个统一的管控 不光是提高我们资源的利用率 对于我们日常的运位管理来讲 会变得更加简单 所以说呢从整体的情况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不光是说 KBIS目前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是可以完全来去运行数据库的工作负载 并且我们相信数据库跑在这个KBIS上面的话 一定是大势所趋 好下面我们来去介绍一下 如何利用这个Volero来去保护我们在KBIS里面的数据库工作负载 那Volero是一个面向KBIS里面应用的这样一个端到端的数据保护的方案 所以说它一方面来讲的话 它可以把我们应用 比如说像数据库 它在运行的过程中说需要的各种的API资源 包括这个数据库的image本身 包括它的一些config map 还有service的一些配置 那这些资源呢都能够去这个捕获到 然后呢把它们备份到这个S3接口的对象存储上 那同时呢 对于我们数据库使用到的这样的一个PVC 那Volero也是可以来去进行备份 那如果是我们的集群里面已经有了可以支持CSI快照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的话 Volero呢会调用CSI的接口 然后通过做快照的方式来去进行一个crash consistency的这样一个备份 当然来讲的话 如果是结合这个Volero的hook机制 我们也可以去实现一个应用一致性的这样一个备份 那如果是我们底层的存储 比如说用的是NFS 它并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快照的一个能力 那Volero也提供了RESTIC这样一个文件复制的这样一个方式 来去做备份 那当然来讲的话就是RESTIC这个文件复制的备份 它本身呢是没有办法去保证这个数据的一致性 因为我们在这个拷购文件的过程中 那你的数据库可能会有这个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在进行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去结合使用Volero的hook 来去保证这个我们在这个进行这个RESTIC备份的时候 这个数据呢是在一个一致性的状态 当然来讲的话就是说基于Volero 我们不光是局限于去做这个数据库和其他应用 它的本地备份的恢复 那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可以利用Volero 把我的数据库应用和数据呢 然后备份到远端的S3存储上 那这样的话当我真的遇到灾难的时候 我可以在沟沟云端很快的拉起我的K8集群 然后呢利用Volero把我的应用数据恢复过来 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实现一个非常低成本的这样一个灾备方案 那同时呢使用Volero 我们还可以去进行我们的应用和数据 从一个K8集群到另外一个K8集群的迁移 那基于Volero呢 我们其实可以打造很多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些方案和场景 但在今天呢我们就不过多展开了 那回到这个数据库的数据保护上面的话 那其实有一个话题呢是绕不开的就是数据一致性 那我们都知道现代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些数据库呢 基本上都会支持 比如说通过Red High Log这样的一些方式 能够去实现这个Cry consistency的恢复 但是呢在很多的场景下 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应用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个恢复能力 比如说像MySQL的话 它通过这个Bean Log和这个Undo和Redo Log 其实呢可以去实现这个Cry consistency 但是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对性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场景里面的话 出于性能的考虑 我们有的时候呢不会说一定会都会去做到这样的一个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那这个时候的话当我们去进行备份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能够去做一个数据一致性的这样一个备份 第二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 我们在数据库进行这个Cry consistency的恢复的时候 它是要去进行log的replay 那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数据库啊这样的一个恢复的速度 第三个来讲我们都知道KBS里面的应用呢 它很多时候是有很多个微服务组成 那这些微服务里面的话可能就是说除了我们的这个数据库之外 可能还有其他的有状态应用 那或者说我可能本身在一个应用里面 它就会有多个数据库的实例 那这样的话就仅仅通过数据库本身的这个Cry consistency呢 就没法满足我们应用一致性的要求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些新的机制 然后来去从这个整个应用画多个微服务的角度来去实现它的一致性 那valero呢本身呢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hook的机制 能够允许我们在备份前后或者恢复前后来去执行特定的hook的一些指令 但是呢valero的hook呢本身呢它今天的原理呢 它是说需要在application pod里面去运行一条命令 啊来去执行这样一个hook的动作 那这个来讲它本身呢会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文运行的这个命令呢就是说它需要预先预埋在我的这个容器里面 那如果是说我这个容器呢是不是我们这个本身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容器 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限制 那另外来讲的话我直接在这个容器里面去啊去直接运行命令的话 那本身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安全性的一些隐患 第二个角度来讲的话通过这个运行这个命令行的这样一个方式的话 它的错误处理也好或者说来去监控啊我这个hook 执行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角度来讲的话啊都很有它的这样一些局限性 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去实现一些更复杂的逻辑 比如说我的app里面是有多个这个微服务需要去协调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hook机制呢啊就没办法去完成这样一些复杂的操作啊 所以说呢基于这个文运用hook机制的一些局限性 那我们基于科技呢推出了这个我们的开源项目 mr app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请这个永杰来去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的开源项目mr app 好的啊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啊 由基部科技开源的这样一个mr app k8s 原生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框架 那么它提供了一个通用的 应用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它可以和 weller 以及其他的k8s备份方案 能够紧密的集成在一起 那mr app呢是基于operator 啊这样的框架进行设计的 那么它首先啊通过CRD 定义了一套生命式的啊 app quad和unquad的接口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通过啊controller 来去监听和处理对应的应用实际请求 那么在后台呢我们结合嗯啊 啊driver manager这个plugin的方式 那去对啊对应的应用类型 来做实际的啊quad和unquad操作 那么在当前的amper app版本呢 我们类置了对k8s上典型的数据库的支持 那这里就包括了mycycle postgres和mongodb 那通过这种方式设计的啊 啊这个框架有什么优点呢 那首先mapp是一个无侵入式的啊 这样的一个交互方式 比如我们的啊应用不需要修改代码和配置 就可以结合mapp 来去做对常见数据库的应用一致性的保证 那另外呢我们基于这个cr status 可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啊 对这个啊quad和unquad的状态 有一个很直观的这样的一个查看 那第二点呢 因为mapp是基于operator方式来去设计的 那么通过cr和crd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和其他的应用很容易的集成在一起 那最后呢就是对一些复杂的啊应用场景的操作 比如说啊我们的应用要依赖多个微服务 那这个时候要去保证用一致性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啊自定义的啊这些操作 通过那个插件的方式 接入进来来提供书籍一致性的保证 那下面呢是mapp的这样一个github的link 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块参与进来 来更加丰富k8s上对啊有状态应用的支持 好的接下来我们去mapp来做一个现场的演示 那这个demo分为五个部分 首先啊我们会起一个基于mapp的这样的一个有状态应用 那同时呢我们会模拟啊有持续的业务请求和数据库写入 那在这个之后呢我们会基于mapp来去定义一个aphook 啊来去先codemapp的数据库 那再基于wereo进行一个应用和数据的这样备份 那备份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unquote掉mycycle 这样应用可以继续的运行 那么在此之后呢我们啊删除应用和数据 再利用wereo进行恢复 那最后我们基于恢复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来去比较我们对应的这个数据 那我们期望这个啊 恢复后的数据和我们快的那个时间点的数据是一模一样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把屏幕切换到termil上 那首先我们来查看啊 在这个集群里面安装的mapp状态 那我们的mapp是以operator形式啊 通过啊deployment的方式来去部署到这个集群里面的 那接下来我们查看一下我们当前这个应用 啊我们用有一个mycycle和一个java的sprint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来组成 那么它提供的htb的接口来去啊读写数据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啊程序来去模拟我们的持续的数据写入 那么这里是每三秒钟会写入啊一条记录 好的那么在备份之前呢 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mapp的avhook 创建完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ook当前的状态 那这里是ready的啊 那这里呢我们通过创建这个hook啊 并做些啊检查 那去看这个hook本身的配置是否正确 那这个在wireload的hook里面呢 我们就在运行到啊hook那个阶段 才能看到是否啊我们配置不对 发现问题 那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啊预先检查的一个过程 好的那么接下来在备份之前先 先去块子我们的应用和数据库 那这里看到我们的块子很快就完成了 那我们这边的数据啊写入其实也暂停这里 好我们来查看我们现在abhook状态 现在已经块子状态 那我们在这个时刻点来去做一个啊应用的备份 好的我们的备份很快就完成了 那在应用备份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unquote 这个应用 那这个之后其实我们的应用就可以继续运行了 那这里我们先暂停这个应用写入 好我们来删除我们当前的这个应用 好的应用已经被删除了 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去看这tr资那我们 Protect 那我们基于刚才的 我们去看 ces很多的备份 我们去做一个应用的恢复 我们去做一个应用的恢复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应用的恢复 为这个她们就直接做文化 这个第三个法 我们现在看到 69 好的 我们这里委员的恢复已经结束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应用是不是已经正常起起来了 这里我们的加外应用还在等待数据库的出手化 好的我们应用已经恢复成功 那我们来看看恢复后的数据 我Dub这个工具来去查看 好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恢复后的数据 那么最后一条是ID28 那时间戳是5.08分 那可以看到和我们在快乐玩数据库的时刻点的数据是一模一致的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MF结合MyCircle 我们可以达到对应用一致性的数据保护 好的 演示部分就到这里 除了GIP科技开源的MF这个解决方案以外 我们在国内也发起了这样一个 YRO中文社区的这样一个传播公益性的项目 那么希望和社区以及用户一块探讨 关于在KPi上数据保护这块的问题场景 以之下实践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谢谢